民眾一個個從車廠下車桃園中路運動公園採檢站大排長龍 因為疫情不斷升溫 許多人買不到快篩試劑就強著來採檢 甚至包車一起來排隊 不過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就怕醫療量能吃緊 桃園市長曾文才呼籲要各企業建立定期快篩制度 不要搭乘遊覽車整車載到採檢站做PCR 這樣已經造成採檢能量受到影響 快篩量很大 所以PCR檢測的六個採檢站 我們要呼籲民眾 那麼有必要才去採檢 那職場的快篩就不要整車整車 再到這個PCR採檢站 此話一出引來民眾抱怨 因為買不到快篩試劑 篩檢站又爆滿 一排就要等好幾個小時 而曾文才也表示快篩試劑由國家征用 五月初回到各通路 也已經採購十萬劑快篩 但還沒有到位 庫存量會優先支援專案採檢使用 大陸 大陸 十萬劑快篩